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是其中的Top集11月30日 他的第三次翻拍正式提升日程剧微博爆料 90后新人胡一天 胡一天拿下本次剧版《菊生怀男》的男女主 目前该剧已经在厦门正式开拍 多张开机宴现场照流 这是胡一天和胡一天首次合作 两人私下互动并不多两位主演出道时间 不算长 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 现在陶子就来梳理一下 相信至少有一个画面是你熟悉的 先从男主胡一天开始 这位目前是高开低走的状态 2016年出演郭敬明的夏之位制出道 第二年就靠着小成本网剧 只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爆红 这起点让好多新人羡慕倒哭 胡一天一度有多红牛的微博粉丝 暴涨几百万各种推广单言 街道手转 连广告微博都能有几十万点赞 粉丝机场疯狂为主 闹上热搜 贴下绝蛋双胶男主 搭档芳华女主中储夕 热度一度叫板杨阳等一线流量 梁子妹的蜜汁炖鱿鱼 都为了蹭热度 拉她来客串一把 然而有红转黑就在一瞬间 夜会网红 爆出口 This合作女星 经济人口出狂言 黑料紧喷之下 前段时间还被一群女生追着喊 老公的胡一天光速 Love 公开露面 自束手指头都束得过来 大半年了 一直是躲起来低调拍戏的状态 这次她在《菊生淮南》饰演的男主圣淮南 依旧是个帅气阳光 爱打篮球的理科学霸 堪称称名作江辰的翻版 只是不知道黑历史在前 这一次会有多少人买账了 接下来说女主妇冰青 用一个词形容的话 就是波澜不惊 当然你也可以解读为强盘不红 满打满算比男主还要大一岁的胡冰青 已经在十部作品中露过脸了 其中还有搭档洋洋的大热青春剧 旋风少女 当时那个甜诈少女心的棉花糖之吻 在网上狠狠地火过一把 当年童年回忆系列动画《行时明月》 翻拍成电视剧 和演人见人爱的女主月儿 王磊正是颇大的深夜食堂里 也有他的一席位置 这句呼得那么惨就是后话了 但这一切都没法让人记住胡冰青的脸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 网友对这部剧的高赞评论 就一个字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几句 其实开头也提到 这是菊生淮南的第三版 2017年腾讯已经出过一版同名网剧 但一直是由爆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今年三月才首次曝光一版白色恋人版海报 女主落志由朱颜曼子饰演 男主圣淮南由赵顺然饰演 更是没什么人认识的纯新人 另外一版只是出现在最好的我们的复现剧情中 但是因为演员颜值达标也基本展示了主线剧情 依然缺了一大票粉 最后还是把选择权交给观众吧 这段混合着青春、蜘蛛、伤痛和美好的恋情 你最喜欢谁的版本呢 本文由一号红豆包原创超级一律举报